主播日本先前捐赠给台湾的124万剂的AZ疫苗 在日前完成了检验封建的流程之后 那么在今天上午是开放民众来施打了 那么代表市的部分因为这个疫苗分配的数量的关系 因此在今天只能给这个85岁以上的长者 还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群开放来施打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在台大医院设置的这个接种站 也就是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的二楼的部分 那么可以看到其实现场整个动线的分流 其实非常的明显 包括这个长者要施打的民众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就要先核对身份以及填写一些资料的部分 那么后来才会这边有四个诊次的部分 会有专业的医师来进行健康状况的评估 看他是否符合接种的这个资格 另外包括像是一些注射站的部分 还有打完疫苗之后来这个休息留官的一个地区 那么现在其实从早上台大医院这边八点半 就已经开始涌入大量要接种的人潮 好那么稍早民众也接受采访来听一下 本来我是不想来打 结果大家说八十五岁可以打了 那你打好了 我就来了 当原本怎么不想要打 原本怎么不想要打 我没有不想要打 因为我有吃那个抗明血剂台大开了一大堆 我被拿了台大开了 看了四五年了嘛 小孩说打一打好了就这样子来了 打一打比较安心啊 对啊小孩怎样说啊 我说我不吃美没关系啊 小孩就这样打一打 好好好就来了 会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之类的 副作用啊 那我就不知道啊 我看看也有啊 也有那个副作用的很多啊 对不对 那会不会我打了有副作用 我又不敢想 他那个讯息也是大家等半天啊 问里长 里长也不知道 大家都在问啊 然后大家都想要打 然后里长不知道 然后忽然之间 诶那个讯息出来啦 大家赶快赶快去上网站看啊 赶快第二天 八点以前大家在那边等着嘛 就赶快把它点进去这样子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赶快接种 赶快 赶快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大概是最后的吧 我们是大概十一顺位吧 最后的部分 对 也可以吗 对 他也可以打 打到你们了 那么可以听到民众说 他们等这个疫苗 可以说是真的等了很久了 所以开放可以预约呢 所以就赶快上网来预约了 那么其实在稍早 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了一个现象 包括八点半开始 接受民众来施打了之后呢 其实大家大量的人潮涌入到里面来 那么其实整个社交距离的维持上面 并没有维持得非常好 因此呢 医护人员也紧急的在现场 几乎说要大家维持社交距离 好 不过还是要提醒来这个接种的民众 除了到现场来接种的话 一定要被抖双证件之外呢 包括像是最后你施打完疫苗的部分 一定要休息15分钟 加上自我观察15分钟 看看整个身体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预计呢 在稍后卫部部的次长石从良也会到现场 来视察整个疫苗接种的流程 那么稍后有最新状况将持续为您掌握 放给棚内